这个机器有没有找到问题啊 有 往前来说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还有好多块板呢 好多块板 也是那种带小电机 这驱动马达的 对 有 这个是控制电源部分 这电源没找到问题吗 电源也是好的 带了负载的 带了负载 输出电压正常是吧 对 输出电压没有电 这个也是正常 用户反应什么问题呢 用户没说 没说 没说那要查起来就麻烦一点 这个板子好像有两块吧 这里面还有一块 还有一块 都查了没问题了 对 都查了 还有什么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外界的输入端壳 外围一个板 对 里面的信息 有逻辑信念和一些小关 我信的 这个还有一块 主板的话 主板进入微信 主板启动单独 可以进入系统 对 微信是看得到 对 那这个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 也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这有带电池 对 这里有一个 底下还有四个 继续查一下 多查一下 看一看 没有底板 没有底板 整个出现问题吗 整个通电没有试吗 整个通电也试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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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个通电也试过的 也有显示是吧 对啊 显示的话 这继电器呢 有没有单路查过 继电器单路查过 这边的话直接可以上强电的 强电的一个 先前有修过 有计电器有问题的出现 还有光偶就是 有没有 有没有对比过一些光偶的参数 不行呢 有的是用很低的那个 4毫安 5毫安的电 电流通 5毫安电流也可以出动是吧 对 这边的高速光偶 高速光偶也能修过 那就多查一下了 看继续看看 有没有确定问题点才行 没找到确定问题点的话 也不能算修好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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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